诸姬影形成于吴,国语,吴王夫差启师伐月,月王勾剑启师逆之将,大夫崇乃献谋月, 福吴之与月,为天所授,王其无庸战,福身须画灯,见福吴国之士与假兵,而未尝有所措也, 福一人善舍,百夫绝食,圣未可成也,福谋必肃见成事严,而后屡之,不可以受命, 王不如摄荣,约此行成,以喜其民,以广耻吴王之心,无以补之于天,天若弃无,必须无成而不无足也, 将必宽然有霸诸侯之心眼,既疲蔽其民,而天夺之时,安寿其尽,乃吴有命矣。 岳王许读诺,乃命诸姬影行成于吴,约,寡君勾剑使下尘影,不敢显然不必行礼,敢思告于下执事约, 西者越国剑或得罪于天王,天王亲屈欲指,以心孤勾剑而又又舍之,君王之于越也,以其死人而肉白骨也, 故不敢望天灾,岂敢望君王之大赐乎, 仅勾剑身货无粮,草笔之人,敢望天王之大德,而思边垂之小院, 以众得罪于下执事,勾剑用帅二三之老,亲为众罪顿丧于边。 今君王不察,圣怒属兵,将残伐越国,越国故贡献之意也,君王不以边垂使之,而辱军事使寇令焉。 勾剑请蒙,一介敌女,执鸡肘以该姓于王宫,一介敌男,奉盘仪以随诸遇, 春秋贡献不屑于王府,天王其辱财之意证诸侯之礼也。 福燕曰,胡埋之而胡鼓之,是已无成功, 今天王既风之越国,以明文于天下,而又易王之,是天王之无成老也。 随四方之诸侯,则何时已是无? 敢使下沉尽词,为天王秉丽夺一焉。